NBA今年工资最高的24名球星,随着工资冒的提升,NBA球员的年薪也水涨船高,而NBA的签约制度有时候也受各种条件影响。 比如NBA打球年线,球员身体健康情况,球员赛场表现,球员与球队关系。 今天我们提到的这24名球星,他们的年薪都在2500万每年以上,接下来我们就逐个看一下本赛季薪水最高的球员和他们的合同到期时间。 在前一赛季提湖交易得到好心思之后,提湖队后卫线已经没有稳定的球员,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霍勒迪,因此,提湖队给了霍勒迪一份他们所能给的最大的合同。 本赛季表现,17.3分4.3满板8,助攻1.7抢断0.5,盖茂3.1失误,2.3泛归20吨,布拉德利比尔,2543万美元球队,华盛顿奇才队位置,得分后卫合同,5年,共1.272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职业生涯早期,比尔遭遇伤病,但是之前两个赛季,比尔只错过了5场比赛。 得益于此,其才队一跃成为东部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而比尔自己也成为一名场军得分23分的球员。 本赛季表现,场军22.6分4.3满板3.7助攻1抢断0.8盖茂2失误3.4犯规20吨,哈桑怀特赛得2543万美元球队,迈阿密热货队位置,中锋合同,4年,共0.984亿美元, 2020年到期备注,2010年怀特赛得被郭王队选中,但是在生涯前四个赛季,怀特赛得一共只打了19场比赛。 后来,他来到了热货队,并在16-17赛季,与热货签下一份大合同,在17-18赛季,怀特赛得表现有所下降。 这份大合同也逐渐成了热货队的包袱。 本赛季表现,场军13分15.6篮板0助攻,0.4强断3盖茂2.1失误3范辉20吨,安德烈,德拉蒙德2543万美元球队, 比特律活塞队位置,中锋合同,5年,共1.272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生涯前五个赛季,德拉蒙德罚球命中率只有38%,而最近两个赛季,罚球命中率已经提升到61%, 而且自从16-17赛季签下大合同以来,德拉蒙德每个赛季都有进步,本赛季表现,场军19分16.3篮板,1.1助攻0.8,抢断1.4盖茂3.1失误4.1范辉20吨,安东尼戴维斯,2543万美元球队, 西奥尔良提护队位置,大前锋合同,5年,共1.272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农梅哥的合同现在看来还是很值,如此低连的价格,让其他球队打起农梅哥的主意。 本赛季开始前,农梅哥将经纪公司更换,为和詹姆斯一样的Touch公司,相信提护队当时一定是瑟瑟巴斗, 本赛季表现,场军25.2分13篮板5.2助攻2抢断3.2盖茂1.653.2犯规18吨,乔尔恩比德2550万美元球队,费成76人队位置,中锋合同,5年,共1.477亿美元,2023年到期备注,这份合同包含隐藏条款。 如果恩比德遭遇严重伤病,比如赛季报销,那么76人队最多可以少支付,恩比德6300万美元薪水。 本赛季表现,场军27分11.8篮板,4.1助攻0.2,抢断2.1盖茂,2.353.3犯规18吨, 安德鲁维金斯2550万美元球队,明尼苏达森林郎队位置,小前锋合同,4年,共1.477亿美元,2023年到期备注,自从飞骑士队作为德道乐福的筹码交易到森林郎之后,维金斯表现不俗,尤其在16-17赛季,场军拿下23.6分。 然而,近两个赛季,他的场军得分下降到了17.6分。 本赛季表现,场军16.4分3.6篮板,1.8助攻1.4强段,0.2盖茂1.6失误,2.8犯规17,C,J,麦克勒姆,2580万美元球队,不特兰开拓者队位置。 得分后卫合同,4年,1.066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从生涯第三个赛季开始,麦克勒姆,就值一份顶薪合同,17-18赛季,签下顶薪后,麦克勒姆场军拿下22.2分,并且在当年效率值,达到生涯最高的19.9。 本赛季表现,场军19.3分4.3篮板,2助攻0.3,强段0.4盖茂1.3失误,2.1犯规16,奥托波特,2600万美元球队,华盛顿奇才队位置,小咸锋合同,4年,共1.065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波特的合同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他数据不好,有人说他的作用不是数据能够体现的, 总之,作为奇才队第一高薪,波特还是要继续努力,本赛季表现,10.6分5.3篮板,1.1助攻1.6强段0.7盖茂0.6失误1.9犯规15,德马尔德罗赞,2770万美元球队,圣安东尼奥马兹队位置,得分后卫合同,5年,共1.39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2016年, 德罗赞签下的这份合同,是当时NBA历史上第二大的合同,本赛季表现,27.9分5.7篮板7.3助攻1.3强段0.3盖茂,2.1失误3犯规14,达米安利拉德,2800万美元球队,波特兰开拓者队位置,控球后卫合同,5年,共1.4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 由于两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次二阵,一次三阵,利拉德成功触发罗斯条款,借此他的大合同多了1500万美元,否则他只能11.25亿美元的合同,本赛季表现, 场均29.6分4.9篮板6助攻0.6,强段0.3盖茂,2.3失误1.4范规13,爱尔库福德,2890万美元球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位置,中锋合同,4年,共1.133亿美元,2020年到期备注, 因为交易得到了欧文和海沃德,可能很多人已经忘了凯尔特人重坚之路上,的第一份大合同给的是爱尔霍福德,本赛季表现,场均11.4分6.9篮板,3.6,主攻0.7抢断1.4盖茂1.8,152.7范规12,保罗米尔萨普,2920万美元球队,丹佛决阶队位置,大前锋合同,三年, 共9000万美元,2020年到期备注,2017年的休赛期,老鹰队决定重建,决金队幸运的得到米尔萨普,本赛季表现,场均13分7.8篮板,1.3助攻1抢断1.4盖茂1.6失误2.4范茂1.6失误2.4范茂11,凯恩都兰特,3000万美元球队,金周勇士队位置,肖前锋合同,两年,共6150万美元, 2019年到期备注,杜兰特的合同在本赛季结束时到期,如果不出意料,他将随勇士队在夺总冠军本赛季表现,场均27.8分71篮板,6.2助攻1抢断,0.7盖茂2.6失误1.6范茂10, 詹姆斯·哈登3040万美元球队,休斯顿火箭队位置,得分,后卫合同,4年,共1.7亿美元,2023年到期备注,哈登即将拿到的薪水是平均每年4230万美元,是NBA所有球员中最高的,本赛季表现,场均28.5分6.3篮板9助攻2抢断,0.5盖茂5失误2.2范茂9, 麦克·康利,3050万美元球队,孟菲斯回雄队位置,控球后卫合同,5年,共1.562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2016年康利签下了这份,当时NBA历史上的最大合同,一度点来各方争议,本赛季表现,场均19分3.7,篮板6.2助攻1.3卡断,0.2盖茂1.75,2.2范茂8, 保罗乔治,3060万美元球队,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位置,大前锋合同,4年,共1.37亿美元,2022年到期备注,今年夏天,乔治出人意料地与雷霆队协约,这也确保了雷霆队近几年的竞争力,本赛季表现,场均23.4分71篮板,3.4助攻2.4卡断,1盖茂3.35,3.7半归7,凯里罗瑞, 3100万美元球队,多伦多猛龙队位置,控球后卫合同,3年,1亿美元,2020年到期备注,洛瑞合同中有200万美元奖励条款,但是条件很苛刻,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进入全明星赛,进入NBA最佳阵容或最佳防守阵容,带领 猛龙拿下冠军,本赛季表现,场均18.5分3.9篮板,11.1助攻1.4强,0.6盖茂2.9事务2.4犯规6,戈登海沃德,3120万美元球队,不是顿凯尔特人队位置,小前锋合同,4年,共1.278亿美元,2021年到期备注, 海沃德,2017年加盟凯尔特人是当时联盟最劲爆的新闻之一,但是很不幸,海沃德在凯尔特人刚上场,几分钟就受伤,修了一个赛季,本赛季表现,场均11.3分,五一篮板,2.1助攻1卡断0.1盖茂1.45,1.6犯规5,布雷克格林分,3190万美元球队,底特律活塞队位置,大前锋合同,5年, 共1.73亿美元,2022年到期备注,格里芬在签下这份大合同后,仅仅7个月,就被快船队交易到了比特律活塞,本赛季表现,场均27.3分10.6,蓝板4.3助攻0.4抢断0.7盖茂3.1失误,2.7犯规2吨,克里斯保罗,3570万美元球队,修斯顿火箭队位置,控球后卫合同,4年, 共1.597亿美元,2022年到期备注,保罗这个夏天与火箭签了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大合同,有媒体爆出去年保罗从快船加盟火箭时,已经暗地里达成今年顶新续约的协议,本赛季表现,场均19分,5.8篮板, 8.3助攻,1.8抢断0改冒,2.8失误,3犯规2吨,拉塞尔维斯布鲁克,3570万美元球队,俄克拉,和马成雷停队位置,控球后卫合同,5年,共2.068亿美元,2023年到期备注,威少先下的,2.068亿美元的合同是NBA目前为止的最大合同。 本赛季表现,场均25.8分9.6篮板8.2助攻2抢断0.2盖茅4.453.4犯规2吨,勒布朗詹姆斯,3570万美元球队,洛杉矶湖人队位置,小前锋合同,4年,共1.533亿美元,2022年到期备注,詹姆斯生涯签的短合同居多, 4年合同是他第一次离开骑士加盟热火签的6年合同之后的最长合同本赛季表现,场均27.8分8.6篮板8助攻2.1强断0.5盖茅3.352.1犯规1,私地分库里,3750万美元球队,金周勇士队位置,控球后卫合同,5年,共2.012亿美元,2022年到期备注, 2017年,伴随联盟工资茅的提升,库里签下了2.01亿的当时历史最大合同本赛季表现,场均33分5篮板5.9助攻1.2强断0.1盖茅2.852.2犯规 3.1 库里去 3.1 库里挤